我們接下來跟同學介紹一下if條件式 這個也是一個程式語言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的一個撰寫 任何事情我們都可以設一個基準線 如果就是if 如果我們可以把條件放在這個小瓜裡面 如果它有符合這個小瓜裡面的條件設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執行大瓜裡面的程式內容 假設這個就是我們寫法 像我們剛才講到我們的background的一個影片片段 它的點餘法這個點有的跟背的意思 這個影片片段的水平x軸 如果它小於或等於10個像素的時候 折這個地方 這個影片片段就可以設定它x等於多少 這當然只是一個案例跟範例而已 所以有這樣了解之後 我們就趕快來把這個條件式加上去 我們剛才介紹過這個if條件式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幫這個程式碼加上這個條件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主要要加條件式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它的水平移動跟垂直移動 像剛才我們往上的時候會往左往右的時候 它會出現白色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加上我們的條件式 那再加上條件式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了解你的圖面的一個情況 怎麼說呢 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這個畫面啊 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現在移過來一下好了 它上下都有多出來 我的照片有800 可是舞台它就有400 所以我足足上下各多了200像素 所以我們就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比方說我們先設定我們要的一個Y軸好了 那Y軸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利用對齊與分布 使用舞台把它對齊 我們當它貼齊在頂端的時候呢 這張照片的Y軸是等於400 然後接下來如果說呢 我把它變成是齊底部的話呢 它的Y軸是等於0 所以這是往上跟往下的一個差異 好那了解這個部分之後呢 我們現在還是把它回復到正中間來 好正中間 好像這樣子 先把它回到正中間對不對 那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叫出我們的Action Screeper 那個我們的程式碼不見對不對 實際上因為你跳到別的影格去了 所以有沒有你選錯影格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點選就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跳到你的程式碼的影格上面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Y對不對 我們可以針對Y的部分呢 按下Enter 那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先把if打上去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到 你看現在是黑色對不對 就代表錯誤 就代表你像這個地方是你的大小寫錯了 那我們可以把if調整一下 OK那我們就可以先小刮大刮先給它 條件呢就要設在這裡面 我們剛才是要先設定我們的那個Y軸 所以我們的Y軸呢要先設兩個 第一件事情就是0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程式碼複製下來 你可以按Ctrl 可以做一個複製 移動複製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 比方說影片片段的Y軸 對不對 當它呢 要小於0的時候 所謂為什麼要小於0 而不是大於0 要記得嗎 我們往上了對不對 往上是減 所以你超過這條基準線的話 是不是比0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說它超過這條基準線的時候 也就是小於0的時候 所以我們把但數寫在我們的那個Y軸裡面 所以我們如果說它小於0 則它要等於0 就剛好就貼在這條線上 它就不會再往上了 這是這整句話的一個邏輯跟含義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邊 你這邊點選到它是小於0對不對 這個條件跟但數寫在這邊 那如果說它已經真的小於它了 小於這個0的話 那這個Y軸就會等於0 那這樣的話就有意義了 就是這句話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這個背景圖它的Y軸也是重軸 往上就是會越來越小對不對 當它小已經超過0了 已經小於0了 然後它就必須要停止對不對 那停止最好的方法就是設定它Y軸的坐標 就是剛好等於0 那同樣方式我們就可以把它Copy起來 把它貼上去 我們剛才還有一個數字是400對不對 那400是往下 那400是往下 往下是增加對不對 所以這個剛好 小於要改成大於 然後這邊就要把它變成400 所以呢 當Y軸呢 中軸一直往下增加 就往下移動 當它數字已經超過了400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Y就剛好要等於400 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去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們Ctrl加Enter來試一下 當我們往上 它就剛好停在這個0 有沒有 它就不會再往上了 因為已經到達那個0的一個標準了 所以我們往下 到這邊已經到達一個標準了 已經400的像素 它就不會再一直往下了 所以這樣的話 用這個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限制出它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範圍跟空間 像這樣子 所以說呢 我們這樣設好這個是Y軸 像這邊就是X軸 沒有設就會出現白邊 那我們一樣把Y軸設上去 同樣的你可以利用對齊與分佈 知道一下我們現在畫面上的位置 假設我們現在設到這邊 讓它完全靠左邊 靠左對齊 靠左對齊的話呢 它是2349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稍微記一下這個數字 我們就取整數就好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呢 我們靠最右邊 所以它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的負大概 負1800 因為差1而已 我們就設1800 這樣比較好記 所以剛剛是1349 這邊是我們的1800 那我們一樣讓這個畫面 回到我們正中間來 回到正中間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一樣把X軸的一個條件設上去 所以說我們這邊呢 剛剛這個是Y軸 所以我們在X軸這邊按Enter 我們稍微讓它有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把這個地方寫上去 把這兩段把它附寫上去 Copy一下 那你只要改對就好 所以這個程式碼是一個非常需要細心 而且邏輯要清楚的一個工作 我們一定要先把這個地方全部改成X軸 對不對 這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我們要設定這個 大於等於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當我這邊可以選擇我們的那個 Background 對不對 Background的一個X軸 當它呢 小於 這邊是小於 我們就讓它留小於 小於的話呢 是往右手邊 對不對 往這邊一直-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剛才講到說 對齊這邊的話是1800 那對齊這邊的話是2349 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我們應該如何去做撰寫的動作 這小於的話我們可以打1800 當它小於 而且是負的喔 我們剛才講這個是負的對不對 這小於它就更往後了 負越多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X軸呢 剛好就會等於-1800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做理解 那這邊大於呢 什麼呢 2349 OK 那所以這邊剛好呢 就會等於2349 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數字一樣把它寫上去就好 OK 當你把這兩個X軸跟Y軸的但數都寫好之後 一個是代表水平的 一個代表是垂直中軸的 那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測試場景 好 滑鼠呢一樣是移動 你如果再靠近中間的話 它就比較慢對不對 那你移到邊邊的時候 它速度就會比較快 它就會有這樣那個移動的速率 到這邊就停下來 有沒有 往上呢這邊也是停下來 完全就不會有漏白 這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一個部分 那本身呢 這個是SWF呢 是一個Flash的一個標準播放檔 所以呢它也可以放在網頁上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